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毛泽东 三鞠躬 然后他来到了 出来进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天气的雾霾的程度极高 这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 雾霾的程度极高 第一个 第二个 祭典的概念 它的味道改了 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是要放花圈的 对吧 而他放的是花蓝 而对死者的尊重 在人的死的概念不能是欢庆的 他是欢庆的 通常如果穿西服的话 去祭典的话 人们应该戴黑领带 他戴的蓝领带 他没敢戴红领带 他戴的是蓝领带 那这样的一切的做法 是习近平把所有今天中共死去的人 踩在他的脚下 以一种祭典的方式 来抬升它是全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一个定论 因为这些内容的本身 是把所有人 今天活着死着的 所有中共的人 都当成他的垫脚石 大家不开玩笑 很正规的 很正规的 这个东西应该出自于王沪宁 整个过程应该是王沪宁统领的 所以为明天的 咱看他明天会怎么样 这是活人对活人奖励 对死人祭拜 来表称习元年的开启 跟大家再放一遍 同时他用了九个花篮 他用了九个花篮 他怎么没用七个呢 九个是高的 你无论怎么样 这是一个 这是用的花篮不是花圈 所以他的喜远远超过他的丧 我不知道这里面 后面这人都是什么人 但相信所有中央委员 中纪这些他的最亲近的人 就是有资格进来的人都在其中 戴的蓝领带 这是规定的 你注意到看他的颜色几乎是规定的 你没有看到黑的 对吧 他们的祭拜的过程 也同样是按照官位来走的 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王岐山走的位置 我们一会儿你会看到王岐山走的位置 王岐山走的位置 对吧 那是七个人 没人敢跟上王岐山 后面是跟他分开的 这是雾霾的天气 让我说就是 人民英雄永垂不求 这是件喜事了 在他来讲 对他习近平都是喜事 他们的死奠定了他今天的喜事元年的出现 国家才有元年 共产党没有 他是与国同行的一种表达 与国同行是在去年12月份出 去年出来的 所以他去冲着与神同行 我们当时提出的说法 跟今天的香港的状况完全是匹配的 我跟大家这么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知道共产党的真正中共的一切 王沪宁的性本恶的概念就是魔鬼的概念 他同样是生命存在 我跟大家解释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开玩笑 这都是送死的过程 就是他要走完所有天灭中共的 必须要走过的路 这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仪式 这个仪式走完之后 老天爷降罪于中共身上 如果降罪于习近平本身的 他代表共产党身上 让老天爷都没有任何一个 一点点慈悲的借口说 他多少还存在着 一点点不能被销毁的理由吧 他要把这些理由都耗尽 那针对习近平的大典 这个七十年大典 应该其实是指元年了 习是元年的大典 川普发出了一系列推文 作为祝贺了 我就这么来解读了 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真正发出一个推文 向习近平道贺 因为美国大使馆 而中共大使馆召开了酒会 结果参加酒会的美国官员级别太低 当年是川普的女儿跟女婿 来到了中共大使馆来参加酒会 过年的时候 那现在这次参加只是一个 副的助理国务卿 还是副还是副助理国务卿的助理 大概级别低的就说 就说随便接上 拉一个人就来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也同时川普本身在遭到 这个所谓弹劾调查的背景之下 我刚才想释出找到他的原文 但是川普发的推文太多了 我没有找到原文 所以原文他是有的 所以我是跟大家分享 他针对今天 他说了什么 对北京的野心和计划觉醒 我们正在胜利 进入70周年庆典 倒计时 川普30号今天发推文 我们正在赢得胜利 而我们终将获胜 中共不应该弄砸与我们之间的协议 所以他让给了 大家要记得习近平为了庆典的伟大 他让刘鹤找川普 说推迟关税 川普给了他这个面子 真推迟了15天的关税 他其实那个东西 对于这种大国之间的那个概念 脸面尊严是远远超过了一个具体关税的东西 川普会永远给人录 但就截止到现在 川普永远给别人录 不封住门 但绝不放弃他的原则 这是他的做法 他并没有因为请求 而不增加那个关税 而只不过推迟了15天 推迟了15天 在道义的角度来讲 在尊严道义的角度来讲 习近平也叫什么 眼面尽视 他要做的是大国领袖 对吧 他争取的是大国领袖 大国领袖的威严 尊严哪里有这些 如果他想做当年的希特勒 或者说想做当年的拿破仑 我们 我们读书很少 我没看过他们表现出这种做法 不可能 但习近平为什么可以做 就像我刚才那期节目 他自卑 极度的自卑促成 他为了自己 在中国人面前 在国内面前 能够表现出一个圣者 圣王吧 也不能叫圣王 就是自我推出来的那种 所谓的圣王的概念 这是跟神佛完全对立 来做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在国内的 国内的新闻报道上 可没说刘鹤打电话 没说 对吧 他们会否认的 但他会干出这种事情 而作为川普来讲 是对这种事情是不屑一顾的 而且会嘲讽的 发出了一连串推文 其中包括 中国想要一个平静 理性的解决办法 当美国在你们 最热爱的总统领导下 各方面经济持续盘升 及新高途 民主党人什么都没做之际 那中国的状况非常糟糕 川普的推文是这个特点 这一句话那一句话 这一句话那一句话 他是那种 你可以叫意识流失的 其实我一再强调 他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在描述 在很多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不用稿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在谈到信念 这个生命的理念 生命的信念时 他都不用稿 他是要凭借自己的理解 和他自己内在的 那种生命认识的基础 这是这个表面上说 那这样的人通常都是有使命的 如果按照这个班农的话说 那川普是被神认可挑选的 川普被神认可挑选的 他是怎么认可 怎么挑选的 这个这是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只能说他是有使命的 而他展现出来的概念 就是说 凡是有使命的人 都是有磨难的 个体者出现巨大的磨难 但不会转移他 真正与神同行 对魔鬼的那种直接的打击 人的层面会有磨难 所以他 我觉得这么描述就是真实的 多年之后 在多年之后 美国终于对北京的意图超越我们 成为21世纪经济和军事 超级强权的计划和野心 予以觉醒 这是对习近平的祝贺 和对习近平的评价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共创世界繁荣 这话就是这个 就是这句话 这是他称霸地球的野心 那这是川普 在他称霸之前 给予习近平的祝贺词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所以在他的对话中 他既有非常具体的做法 那贸易战就是具体的做法 把中国公司从上市的这个 上市的市场中 就是股票市场中赶出去 把美国公司要求 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 这都是具体的做法 但是在他的理念的描述中 他一定放在一个高的层面 高的层面 其实就像我们节目中所描绘的 节目的节目中描绘都是具体事情 但我们努力跟大家分享 我能认识到的生命层面的 它的基础 生命层面的基础是不死的 生命层面的基础 是有它的绝对性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极 那两极的本身是对应出现的 驱求于善 对善的选择是生命的永恒 甚至超越太极 超越无极 真的 如果不超越太极 不超越无极 凡夫俗子的嘴 怎么能够描绘出 无极跟太极之间的关系 对吧 这是今天人 我们人能与创世主同在的 伟大的年代 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现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美国终于对此回应了 感谢你川普总统 发生在贸易上 正在塑造着军事的竞赛 我们正赢得胜利 我们终将获得胜利 他这里谈到了军事竞赛 以前很少谈到军事竞赛 那我我以为 这个谈到军事竞赛 是对明天 像东风41 就是中共展现出来的 军事力量的超凡 是一种答复 是一种答复 川普把明天的大阅兵 定格为 是对美国的挑战 才会出现这句话 他们不应该弄砸 与我们 与我们与他们的协议 生日快乐 中国 所以这是没错了 这是 他可里面没有谈到任何习近平 没有谈到任何 生日愉快 中国 对吧 所以没有谈到任何习近平 这是他的贺词 中美双方原本在五月份将贸易协议 将达成贸易协议 那而在签署之前破局了 破局的原因是中共造成的 这是解释了 那下面呢 是把他的整个推文 跟大家展示 来表现出我们现在看到场面 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讲 川普应该不会有更多的词汇在说 他就说了一个生日快乐中国 生日快乐中国发出的 而不是发给了习近平 会不会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 但他直接透过推文 展现在全世界 感谢朋友们对市场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非常感谢 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的时代 感谢观看